大家好,我是寶德 我在2015年9月15日痛苦聖母紀念那裡 開始我的全教體驗旅程 我去的地方是在非洲西部的一個會省 這個會省分別有四個國家 有加納、利比利亞、尼日利亞和塞拉利昂 在這四個國家我分別去了加納和塞拉利昂 加納那裡比較富裕 發展得比較好 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較好 但我住的地方是比較貧窮的地方 所以是近鄉村、市郊的地方 其實都很感謝天主 你會否適應這方面 我都沒有特別說很不適應的地方 我想唯一說不適應的地方 可能是食物方面 食第一餐的時候 已經給我一個很大的深刻印象 就是我吃完那些本土的食物之後 我一連三天都肚射了 當地的食物 它就用很多不同的材料 有薯仔 有一些類似葛的植物 它就把它打碎 然後放在水裡煲滾 它就把它發酵一個星期一個月 你會發覺一個很濃烈的很酸的味道會出來 所以其實第一個感覺都不是那麼舒服 吃進口的時候 那個感覺更加強烈 所以這種食物 但當地人都很普遍吃這個食物 因為這個食物一方面 經濟的成本不會那麼高 而且是比較便宜可以買得到 加納這個國家裡面 我遇到最大的困難是 是跟當地的青年人、小朋友 特別在溝通方面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因為我負責的一個中心 叫做Child Protection Center 我在那裡服務 這些小朋友都是來自街上 我們找他們回來 送到我們中心去照顧他們 但是這些小朋友 他們很多都是被父母遺棄 或者是父母 將這些小朋友 賣出去的商人或者農夫 漁夫做事 那些小朋友很多都逃走了出來 我們在街上找他們的時候 很多都不懂得說英文 甚至連自己本土的語言都不懂得說 有一些甚至是隔了五、六個國家 來加納這裡 被我們找到 所以他們的語言 我們完全溝通不了 天主很特別 那些時候會怕天使過來 會突然有一個會試兄弟 或者一些義工來到我們的中心 原來他又懂得他們的語言 幫我們和他們溝通 天主很特別 經常都被驚喜 會在特別適當的時候 會派他的天使 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困難 有一個很深刻的經驗 是我在塞拉利昂 最後一個星期 和這五條村的小朋友 一起去慶祝聖母進教 之後尖禮的時候 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其實在四月至六月 在塞拉利昂是雨季 我們有點擔心 我們那個禮拜要做進教 之後尖禮 我們在戶外有彌撒 有活動 但每天下雨怎麼辦 我們整個團體一起祈禱 希望有好的天氣 去到學校的時候 仍然是下雨 我們想想怎麼辦 我們是否要取消 但是很特別的經驗就是 當我們一開門的時候 雨就停了 然後陽光就出來了 但是這個陽光很特別 就單單是圍繞著我們學校的範圍 我咬以外的範圍 全部都還在下雨 當我們清理好場地 把我們要帶的東西 都搬回上車之後 當我們一上車 一關門之後 雨又一聲地下回來 因為我要去五間學校 做這個慶祝 這個特別的經驗 每一天都發生 所以天主的恩寵 天主的功力真的很微妙 時刻都給了我很多的驚喜 讓我去見證著他偉大的工作 讓我最感動最深刻的 就是當我離開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都寄回一封信給我 最後他們都說 我很喜歡祈禱 我很喜歡天主 我很喜歡耶穌 我很喜歡馬利亞 我很喜歡包師糕 這是讓我整個旅程當中 讓我最深刻最感動的 也看到天主的工作 真真正正是 臨在這班小朋友青年人當中 透過自己 將他這份愛 這份恩寵 這份喜樂 帶給這班小朋友青年人 有沒有放棄這一刻 其實說真的 我真的沒有這個念頭 但是很灰心的時候 確實是有很多灰心的時候 特別當遇到困難挑戰的時候 給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祈禱 一方面就是自己的祈禱 更加要出力去祈禱的圖 祈求天主的幫助 另一方面 我感受到很大的推動力和力量 就是來自團體的祈禱 跟團體當中的兄弟一起祈禱 更加一方面 我也都記得在遠方 我身處在非洲 我也都記得自己的故鄉 我在香港 這一邊有很多的家人 有很多的青年人 也有很多的會市兄弟 在遠方都為自己祈禱 為我的使命祈禱 為我的聖照祈禱 這些祈禱 各方面的祈禱 是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力量 讓我能夠繼續向前走 走天主要我走的道路 我接下來 將會出發去到意大利 我們慈喉會的總部 去接受全教士的培育 然後在進教之後的幾天天 我會在總會長手上 接受全教士的十字架 正式派遣出去成為外方的全教士 總會長也派遣我加入修會的歐洲計劃 我將會到英國成為全教士 將天主的福音 天主的喜樂和恩寵 帶給當地人民 We love Damas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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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為何待機 寂寞 管理 是 44